今天7月30日,星期五是7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典 亦是7月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市经过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技术上的反弹 其实已经追回不少实地了 不妨看看整个月份的释放 指数由2号高位28,859 反复下跌到27日的低位24,748点 简单说,整个月的波幅跌了4,111点 好,再出现一个反弹 经过这两天的反弹后 去到昨天日中高位26,335 怎算呢? 技术上市要升1587点 相对4,111点的跌幅来说 市已经反弹了38.6% 说清楚,市是反弹市 不是一个中期跌浪 见底再发展一个新的中期升浪的势头 应该就不是了 所以这一站如果有幸在星期二、日中、低位 或者昨天在早市回回来的低位买到赌货 赚多少那些 自己心中有数就真的要计数了 方式大市 我们不允许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逆转而上 因为政策颁布了之后 就不可能因为市下跌 都是取消它 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加上三孩政策放在前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口持续下降 如果20年、30年之后 人口不足 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经济很难增长 所以是很鼓励这个山肉 包括你的三孩 问题就是很多家庭 如果真的要生三个小朋友 教育、医疗各方面的负担很重 所以国家就出政策 就是教育免费了 而没有教育 其他人都有政策去扶持 所以在三孩政策前面 很多行业 暂时来说 大家都不要看得太过进取 如果相关股价跌得多 有反弹 只是技术上的反弹 如果早前一路拿了重货 跌到24,748点 方寸大乱 根本上真的会方寸大乱 沽又不是 不沽又怕 好了 开始有反弹 而且上到26,000多 都是输的 不过输少一点 那需要不需要输少当赢 趁高减减磅 真是自己决定 因为中美的关係仍然是紧张 包括盈富基金 昨天你看电视已经知道 杜虎已经说了 即是变成了 未来一些风风雨雨 始终都是抹不去的 股市反弹 就基建于技术上的走势 跌得多 就有一个反弹 但早日公布了一切的政令 政策 不会因为市下跌而改变 所以大家都要理性点去看看 如果错失了早两天的低级 好像美团升了很多 阿里巴巴或腾讯都反弹了不少 高台就无谓追 如果真是买的 100股、200股、1两手 255%只蚀 看昨天的指数 早市高开748点 去到26,221 之后有少少拉锯仪 低见25,857 跟随便升到26,335 这刻升了862点 末段略为有少少整固 指数最后收到26,315 都升了841点 一样值得一提 就是动力是足够的 因为昨天升市当中 成交金額有2541亿 这麽庞大的成交金額 市市不会暂时停止 仍然处于升势当中 反弹的势图当中 但当成交金額 漸漸漸漸漸萎缩 动力不够 大家便保守一点点 反正市已经升了1587点 如果不能定性为 一个新的中期升浪的开始 即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市 已经走到这麽大幅度 就算后面有几百点 几多好 要薄的话 空间就不大得那麽紧 否则早前低迈的 可能会趁高回途 重仓的亦可能趁高减次 所以任何的暴雪 现在不要急 不要用了 好,早事分析 就说到这裡 我没关出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